大蒜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作物之一 根据《营养学》杂志报道 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员 使用大蒜作为最早的提高成绩的药物之一 今天大蒜随处可见 对其健康益处的研究也层出不穷 大蒜对你有好处 本台记者秦鸿军的报道 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数据 节直肠癌是男性和女性中第三大最常见的癌症 最近一项涉及中国833人的研究发现 使用大蒜、韭菜和洋葱具有抗癌特性 与降低患节直肠癌的风险有关 美国癌症研究所的报告表明 经常吃大蒜可以通过帮助DNA修复 减缓癌细胞的生长和减少炎症 来降低患节肠直肠癌的风险 大蒜中的活性分子大蒜素 含有许多可能的健康益处和抗菌特性 并通过切碎或压碎大蒜释放出来 研究表明这种活性化合物会被热破坏 因此使用生大蒜是获得所有益处的最佳方式 大蒜不仅可以为您的膳食增添风味